第四場,31200米 其實這一場也挺參差的 因為有些馬的質身馬的進度還不夠 而且,例如肥仔,最近都相停的缺貨比較久 擔心他的狀態還不夠 在重化馬術賽中有沒有用過力 小木在林上一次重化的第二 我覺得其他隊伍比較水 所以最後選了幾匹馬 希望在這組裡容忠取教 去到貴面沒辦法 首選方面,選了蘇寶羅其中一匹參戰馬 就是紅旗星象 肥仔,這隻馬越跑越短,1200都可以 現在一隻馬上升至1400,甚至1800,2000 當然,1200可能未必是最佳路程 但可能會欺負這組的對手 這場看起來,前置馬也可能會有 蘆蘆通擺層階,可能會跟前些 赤水神區擺王進,我相信都會跟前 市集裡人者腐竹,甚至天鹿也有些速度 但如果這堆馬的前速不是十分飛快的話 排外洞的紅旗星象 我覺得可以用盡它的氣量 和慢慢在外面游上你 因為你看到之前那一場 445都放得很快 是拋掉天元齊飛和的海之寶 兩隻之後都有表現的馬 這一場的505 都是放在前面走 但整堆後上馬,例如超新星,香音,聰明,套彈 都蓋上來 這場的505的速度 都是比較快的 而且3月17日 暫時雖然不太多馬 是再上陣 這次會比較多 而後面的關鍵時機 最近都入了Q 內蘭有些少許不利的場地 上次第七 也算是不差 都是拍著前面 有筋量比較輕綁一點的 掌騎乘回來 不太斷 外面整堆後上馬都蓋上來 所以上一場都可以抹掉它 如果那些赤水神區 露露通 他們不夠氣量 早點不敢放那麼快的話 判明你不用怕 一百磅在外面 逐步地蓋上來 之前二千米的快步速 你也不怕 所以氣量一定是足夠的 看看蘇波羅這一場 會不會擺下天楼地網 好像昨天的頭場 有些人過了中點 就說 誰誰去的 練馬仙未必知道 佳因的場地 你跟我開 在蔡田度 都不知道是你前領還是後上 當場的步速快還是慢 你未必猜到 你以為前禮拜三 那場實力飛距 他贏了很多快馬嗎 昨天 升力那場很多快馬嗎 一樣都變成了臨場 每個人不敢放呢 就變成了慢步速 所以 有時候都很難怪 練馬仙的 他要求那場頭馬 前擺一隻 向前項 後擺一隻 袁木春風 都很難怪 唯有探前一隻 猜錯了這個步速 兩隻沒有包 所以這場 蘇波羅 我猜盡量會搶前 他呢 如果真的搶前的話 志愛 又可不可以 受他的快步速 還是兩隻一起 可以包 這隻馬 近期 是穩定過 我覺得他 高級版 最初覺得這個志愛 跟天意很相似 很難贏 但近期 這隻志愛 都算穩定了 看回這場 1月27 他正正贏了1200米的賽事 守在前面 裡面的英之佑 可能有少少不利 當然 他是 跟得前 又稍為賺 但這組的對手 有形起英之佑 甚至後面的老實人 明星楊飛 還有一些 崩雷 是比較高水準 就是31200米的對手水準 所以 套在這組裡面 絕對夠用 所以 希望蘇寶羅 矮仔上樓梯 昨晚還沒得到 看看 立不到一級 明天這場 31200米 可不可以爭取多一場頭馬 而另外 第三組 聰穆湧區 上次加眼罩 盲門 整貨西黎雜 以往的操練 都是高東尼的實手 選擇 上一次 找回快操 就是拍營得精彩 這場 所以 出賽 雷神 都是有心想走掉的 他沒有可能 直腦跟 奔雷 鬥爆 鬥爆一定是輸的 所以他拼走掉 上一場雷神都跑得很好 不過 他真的 因為 因為 前面的 太陽戰馬 閃耀鑽王 比較快 所以 後面的奔雷 甚至 老實人 是可以 掌握上來 又是這一組 都是比較水 之下 希望憑他 還有一點 能力 在這組 繼續跑得很近 第四組 我也有很多馬 去考慮過 最後 放回路路通 始終這個路程 他都有一半的上命率 放下陳亞棋 其實上一場 他在月歸來 不報那場 三一千二 原來只有 夠膽 所以 我覺得他未必想像 諾斑 如果是諾斑 不如這個 來 輕一點 比諾斑 好 而 剛才也說過 八、九十這幾隻馬 其實都是不穩 九個其實 十二月那場 也好 但是 頭一來 聖木再臨 和聖木再臨 和聖木再臨 都是一些 比較飄忽的馬 所以第四順 要回路路通 在第四場賽事中 選了五號紅旗 升獎 四個馬之外 六號聖木勇區 和十一號路路通 六號